如果我要成出生或者被收养在一个亿万富翁家庭里该多好啊 我想起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想法啊 别贪心 有人替你们体验过了 贝索斯大家知道吧 亚马逊大佬曾经的世界首富 现身价是1710亿美元 他家目前现在有四个孩子 其中一个呢 是贝索斯和前妻收养的来自中国的小女孩 事情是这样的 多年前贝索斯出差到中国开拓市场的时候啊 计划收养一个女婴 经人介绍呢 他找到了一个在福利院生活的湖南长沙的小姑娘 据说第一次见面啊 这个小女孩不像其他姑娘一样 她特别不怕声 且特别听话懂事 主动呢就管贝索斯叫叔叔 在办理完手艺之后啊 贝索斯就带着小女孩呢 回到美国 取名为安妮 从那之后呢 她的生活就翻开了新的一页 可能是小安妮之前在福利院养成了勤俭持家的习惯啊 这样贝索斯很是苦恼 她曾经啊 看着女儿的账单就数了她 说去商场 你再给我花了45块钱 中午吃顿饭才花了10亿美元 你这花钱也太少了呀 你得有消费冲动啊 否则我每周给你5万美金零花钱的意义何在 后来呢 她发现女儿为了省钱啊 购买了一双打折的狂威之后 老辈都快哭了啊 教育小安妮说 钱啊不是长在树上的 它是存在银行里的 并呈指数增长的 你不能再购买这些打折的无用资产了 比如说你这么喜欢看星球大战 我给你钱不是让你留着买盗门盘的 而是让你思考着 怎么把他版权给我买下来 但眼看这女儿啊 对花钱这方面还不开窍 老辈呢就直接将女儿送到了 博自立海岸附近的一个私人岛屿 就为了让他买买买 好家伙啊 别人都是靠购物来解压 他女儿正好相反 那就有人问了啊 这个贝索斯是不是另有企图啊 三斤倒不这么认为啊 因为贝索斯本人啊 16岁时候被继父收养的 所以很可能啊 和他成长经历有关 哎 这花钱少都能成为压力 你们说这是属于幸福呢 还是不幸呢 你快别扯这些 我们非常愿意为了负担压力